本年楼市焦点区域可算是新界东,年中大围新盘拍奥装三成史上新盘票王,偏起抢购热潮,楼盘于短时间内接近孤青,销售成绩相当理想,创造逆史奇巴,至最近火炭新盘星海,提岸隆重登场,亦随即引起全城关注。 本年内新界东北三幅股动地皮液同样已高于市场上限价钱批出,可见发展相对该区前景明显看高一线,认为将来永不还线,可享铁路优势,而且未来更会发挥连接亚洲硅谷河套地区以及大湾区的作用。 发展潜力优厚,政府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及多项土地及房屋政策,当中包括智力重点发展新界北城为移居而业而游的都会区。 计划于区内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增加就业机会,预计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。 以迎接深化港深合作带来的新机遇,报告中除了提及以建新铁路项目,连接新界北部及深圳前海外,亦建议在东铁线加建白石各站。 以舒缓区内交通滞塞问题,亦有助科学员发展,虽然属长远发展,但对区内居民可算是一大喜讯。 大埔白石各豪宅区新盘近日陆续脱离额外印花税征收期。 二手买卖战争,消息一出相信刺激买家加快入市,希望趁低吸納。 根据以往经验,新铁路站开通定必带动区内楼价升值,如今年通车的团马线为例,以令宋黄台站的奥云峰平均实用赤价于年内上升于15%。 料理好消息带动下,该区楼价升幅可望优于大市5%。 铁路站方案动工或落成后,预期升幅更加可观。 根据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,新界东,最新报203.5点。 由年初至今六月百分之九升幅,对比整体约百分之七为多。 明显跑雷大市,新界东北未来发展步伐已落实加快。 相信大变天可算指日可待。 请不吝点赞。